事實上柯文哲跟侯友一樣 都是有多重身份 也在各身份上持續發生 這個所謂的人設崩壞 形象翻船的現象 柯文哲縱容一堆有貪腐的愛將在身邊 包括其實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的 其中一位主任叫陳雅玲 之前在訪聊鄉長的任內 就涉嫌貪污招起訴 那地方組織也持續傳出有這個黑道 有高麗帶 有暴力討債 有組織犯罪等等的一些人事問題 就是各政黨努力在排黑當中 結果柯文哲卻不是排黑 他是隱黑 那最後柯文哲是以前市長的身分 他任內其實有發生到 許多的貪污的弊案 包括其實有這個勞動局長 供登處還有等等的一些 其他的公園在內 其實這都是任內所發生的 但是我要講今天是說 他除了任內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到他的保固期 市長的保固期 確實非常的短 他立刻這個才卸任不到幾個月 不到一年的時間 立刻現在他任內所發 所看到的SOP SOP發生問題了 造成建商球員兼裁判的一個現象 然後結果柯文哲就立刻說出很久 沒有擔任這個台北市長 事實上 其實真的是不到一年 這也顯示 就是柯文哲做了八年的市長 連這個八個月的保固期 就差不多到了 所以這個確實就是 我們看到的一個雙標 推卸責任的一個現象